也歡迎安芙 最好的時光拿下了第34屆金曲獎 年度歌曲獎 來 我們請安芙可以讓我們的媒體朋友們補妝一下畫面 好 我們先看一下左邊囉 這是自己拿獎而已耶 對啊 這個感覺真的力道不一樣 力道不一樣 而且真的太棒了 這次呢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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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剛剛是幫好朋友領獎 喔 怎麼哭了也這麼美啦 而且這個等一下我們要來好好聊一下 這後座力很強耶 超強的 我們要幫他補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中間看完看一下右手邊好嗎 右邊請安芙看一下右手邊 整個淚崩了 這個淚崩 淚崩太開心了 年度歌曲耶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真的很棒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安芙看一下這邊 中間 好 中間 好 我們的閃光燈沒有停過耶 好 我們的閃光燈沒有停過耶 來 右手邊看一下 開心開心開心 好 在這一次入圍了這個兩個提名 兩個都拿上獎了 好 我覺得應該要進攻了吧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右手邊也看一下喔 中間上面 好 來 中間上面 中間上面 中間上面請看一下 這個最好的時光 拿下了我們金曲獎 點度歌曲獎 請看這邊 好的 左邊 左邊 左邊再看一下 好像心情都比較平靜了 謝謝 來 我們請安芙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這個心情真的不一樣 對 而且我在台上有好多人心裡想感謝 時間有限 對 我看到那個馬表在倒數 心裡就會非常的慌亂 但是你講得很好 剛剛有看到你在講 聽到你講的 那有漏掉誰嗎 我其實原本想花一點點篇幅 謝謝我最重要的爸爸媽媽跟哥哥妹妹 他們在我人生路上 尤其是所謂的創作路上 其實支持我真的最多 然後我還要謝謝李壽權老師 就是直到此刻 他都還是我最好的老師 製作人跟好朋友 然後還想要謝謝 一路支持這首歌 像乾媽一樣的君寧 張君寧這樣子 怎麼說呢 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是 一直鼓勵我將這首歌發表 因為這首歌呢 其實是安埔在14歲的時候寫的 對 然後其實在那個 前年 就兩三年前在製作的過程裡 訂稿的那個過程 其實都是君寧陪伴著我這樣 是 他一聽到他就說 我拜託你 我求求你 對 一定要讓他給大家聽到 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那個副歌就是 在很多年後 其實把他用人生的方式去回溯 然後完成這整首歌 其實很大費要謝謝君寧 對 如果沒有他 這首歌可能不一定會這樣子的呈現 對 然後我也想要把我的獎項獻給 我的經紀公司臉成娛樂 是 剛剛你這些人都沒有謝謝 我來不及講 我看到那個馬表不停的在漏 謝謝 對 很謝謝君寧陪伴 歡迎大家去看我 就是之後我發表的稿子裡面 其實有我非常完整的 對父母家人的感謝 是 我相信那個 很多會慢慢出來對不對 很多還沒有 現在還一時之間 可能沒有辦法想到太多 你今天來的時候 你有想到你會 就上台聯合這兩個獎 入圍兩個就把兩個都帶走 我覺得那個 今年 這一次來參加這個 得獎率百分之百這件事 好開心啊 我就非常的開心啊 對啊 就 所以 真的非常虛榮 這很可愛 不會 真的這麼認真 恭喜齊哥啊 對 也很開心 但是剛剛在你旁邊 也都是這個年度歌曲的 入圍者們 有沒有本來最看好的誰呢 還是 因為我其實都算是半個他們的歌名 所以其實 不管啦啦 或什麼 我應該原本其實都等著要為大家鼓掌吧 沒想到 沒想到 但葛西瓦的專輯 我一直其實也是一個歌迷 所以其實能夠一起入圍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超榮幸了 對 所以他今天真的其實本來是抱著想要來這邊 開心玩一整個晚上 對 我其實穿得這麼正是很大部分的原因 因為我相信這個這家編曲 我有機會帶齊哥一起領獎 然後我想說我要認真的來當一次 那次籤筒之類的 高挑的籤筒的一個 沒想到 對對對 這個年度歌曲也拿下囉 謝謝 謝謝大家對這首歌的厚愛 那還有沒有什麼想說的還沒有說的呢 我要謝謝所有的聽眾 尤其是愛聽中文歌的人 然後寫歌的時光其實很不容易 然後能夠得年度歌曲就代表很多人 跟這首歌強徵的連結 是 謝謝大家能夠跟這首歌共感 然後我非常非常榮幸可以詮釋這首歌 然後希望這首歌可以陪伴很多人繼續走下去 對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14歲的時候就寫了這首歌耶 那時候是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讓你有這樣的靈感覺得最好的 是不是 歡迎大家從現在開始就預購我85歲的自傳 對不對 對 對 對好那再次恭喜你囉 拿下我們的年度歌 恭喜安普 謝謝 謝謝大家 今晚辛苦了 謝謝 恭喜啦 恭喜 非常甘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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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